正常拍檔 我們這邊就可以 我們這邊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檔案 我們這邊找到非常非常多的檔案 像是照片的部分 我們已經有找到了超久以前的檔案 2023年的檔案 哇塞,都被我們的這個軟體挖了出來 哇塞,這裡有2021年的檔案 這是什麼酷炫的東西 也被這個軟體挖了出來 音檔 使用 fought 就好 會發生的 好 這邊一樣就是我們點選需要恢復的檔案之後 我們按右下角的恢復 我們就可以選擇我們想要儲存的地方 按立即儲存就可以進行恢復 那這邊有一些損壞的檔案 它可以立即的 那它這邊也可以 那這邊它問你說你要不要再恢復 那它這邊在問你說你要不要再恢復檔案的時候 順便來修復你的檔案 像有一些東西檔案損壞 要不要順便幫你修復 那我們這邊按恢復被修復 那這個部分就是看個人喜好 就是你如果 你如果時間比較多 那你就可以按一起修復 但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把檔案先救出來 你可以直接先律過這個步驟 那你如果真的有損壞檔案 你可以再拉到我們首頁的部分 再進行檔案修復的部分 我就是 我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